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光源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有位小朋友到我们家来做客 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招待他一下呢 那我们上超市买了很多蔬菜和水果 回来呢,我们给他切一切,做一做好不好 那小朋友也跟着我们去了 他推着小车就回来了 看看,虽然他个子很小 哇,他怎么哭了 他推着小车回来了 哇,客人到家了,你就在一旁坐着吧 下面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来为他做一些美味的食品呢 看看我们买了这么多,好多好多好吃的 咱们今天呢,好好招待一下这位小客人 哇,这么多呀 面糕 哈米瓜 蘑菇 草莓 鱼 汉堡 橙汁西瓜 哇,这购物车也很能装 装下这么多好吃的,是不是 好,咱们把购物车放在一边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他做一顿丰富的食品好不好呀 那我们需要先把它切一切 切一切 咱们拿来菜板 咱们先把鱼切一下 来,给他切一下 来,给他切一下 哇,这还有披萨 披萨 披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虽然你们家来了客人 但是咱们需要慢慢的切 不要切到手了 面糕 把苹果给他 切一下水果 先把它切开两半 然后再切开四半 把它切开了 哇,冰淇淋 冰淇淋也可以切呀 把冰淇淋也切开 面糕 然后呢,这是大虾 哇,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大螃蟹 这位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吃大螃蟹 面糕 这也是他自己选的哟 他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超市 帮我推了车子 哇,大西瓜好红啊 哦,给他切开咯 放在小朋友这儿 他一定会很喜欢吃的 看看 哦,这还有汉堡 把汉堡也切开 这个呢,这个是西红柿 明朗架子很高的 它维生素比较高 这个泥猴桃也是维生素C特别的 好,多吃点 可以提升咱们的免疫力 这个呢,是土豆 哇,看看这个是什么 橙汁 哇,好鲜美的橙汁啊 咱们需要切这么多食物 咱们要好好给他做一顿 咱们要好好给他做一顿 是不是啊 哦,切哈米汤 嗯,配菜我们只得需要胡萝卜 把胡萝卜切成三段哦 还有什么梅切 还有一个蘑菇 这是菌类 菌类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因为它都是野生的 哦,还有一个草莓 草莓,咱们把它切一下 哎,好 哇,小朋友 你看看有这么多食物 都是你爱吃的,对不对 那这个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就放在一边吧 我们把这个面包给它切开 哇,看看这面包还是夹鲜的 哦,好 那我们把它切开以后 就要把它们做好 装到盘子里了 那我们把它装到盘子里 呀 装一下菜板拿一边 把它们装到盘子里呢 给小朋友们吃西瓜 好,大西瓜 给你上盘西瓜 来个大螃蟹好吗 做顿丰富的菜 水果 咱们是不是得给它装到盘子里 它才能吃啊 然后呢 他还喜欢吃什么呢 看看他选的 这个也是他爱吃的 咱们一样就给它上一个吧 其他的 不用他喜欢吃的 哇,这大虾 他也比较爱吃 草莓 然后苹果 把它装在一起 他喜欢吃苹果 那我们也不能装上水果和 哇,这有螃蟹菜 再来个鱼好吗 把鱼给它上去 好 那今天 然后给它做 虽然它来了很多 也不能全都给它做吃了 他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是不是吃不了呀 那咱们上来看看 哇 是不是很丰盛啊 这么多好吃的 还有蛋糕 呀,小朋友 你可以多吃点啦 这些都是你特别爱吃的 好 一桌丰富的美食 就做好了 让小朋友尽情的享受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收看我们的视频 喜欢我们的就订阅我们 我们是光眼宝贝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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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